一头行车纠纷 轿车驾驶直接拿球棒痛殴机车骑士 24号下午1点多 新北市泰山区一名王姓轿车驾驶 因为突然变换车道 差一点跟后方机车骑士发生擦撞 骑士在当下立刻按了喇叭示警 没想到王姓驾驶一气之下直接下车 还拿着球棒把骑士给打伤了 事后骑士到派出所报案 警方也调阅监视器迅速锁定驾驶的身份 通知他道案署名 黑色轿车停在路边后方还倒着一台摩托车 只见男子手上拿着球棒气冲冲跑向机车骑士 接着就是一阵猛打 换个角度看骑士被打得跌坐在地上 火气这么大只因为行车纠纷 有一个人骑车骑到那边的时候有跌倒 以为是被逼得跌倒 事情就发生在新北市泰山区 24号下午1点多 当时双方要往新庄方向 车道内侧的黑色轿车却突然变换车道 外侧的机车骑士差点就要撞上 立刻按喇叭示警 没想到王姓轿车驾驶一气之下 竟然直接把车停在路边 还逃出球棒痛殴机车骑士 造成骑士左上臂和右手腕有顿挫伤 被害人今自立任治疗后所幸无大碍 那今天自首报案 本所也积极调阅监视器 以锁定相关焊险及车辆网 警方获报后随即调阅画面 迅速锁定嫌犯身份 通知他导案说明 并依恐吓强制和伤害罪 含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原本单纯的行车纠纷 却演变成街头全武行 现在王姓驾驶 势必得为自己的失控行为付出代价 这里要听杨文豪新闻报道 那么好 如果您在看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